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俩是一个大学的 相处一年多了 一开始还挺开心的 但是后来她就经常会让我做一些 我不太想做的事 不听她的她就吵就闹 我希望能多一些彼此的空间吧 我男朋友一开始对我很好的 但是在一起越久 发现矛盾越来越多 她的脾气很绝 我的脾气也很绝 所以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 心平气和地去解决 这到今日是今日了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应该开心心的 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 像现在这个样子 各纳各的矛盾 各有各的倔强就很难接受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黄21岁来自广东学生 女嘉宾小米20岁来自广东学生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谈了多久恋爱了 快一年了 喜欢她吗 当然喜欢 当然喜欢了 我还能有个小的东西 我还能 route走 她叫你 座心里看 Vou寻找你 这次后 我找你 是 最后 我现场 你 在天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准备我的毕业论文那些 就没什么时间去兼职 那你们是因为吃 还是因为兼职发生冲突 因为观念吧 我觉得 就钱都是一样的 我就宁愿把钱花在 几天的快乐上 坐个飞机去旅游 他就希望能把钱 放在平时生活中 提高生活质量 那你们这一年多去过什么地方旅游呢 去过长沙 还有呢 北京 可以了 都是花自己勤工俭学的钱吗 对 是你一个人去了 还是你们俩一起去的 我拖了他去了 那你都去玩了 你还说什么呀 为了出去玩 你现在就付一点花贝的债务 然后你过阵子 你就又要靠努力去兼职 那些补上次比赛吗 但是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 去打工兼职 我觉得有能力还得上 如果没有能力的话 是不会选择去走这条路的 我们其实有点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 就是在消费的问题上 如果产生冲突的话 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和冲突 对 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 在这个层面 也就是您说的一样 就是消费观念 引发的另一件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靠着自己兼职 和寒暑假工作 剩下的钱 在找朋友借了一些款项 给自己买了台小汽车 可以呀 姑娘 多少钱那车 一万多一点吧 一万多什么车呀 新能源的 我买的是能量两个做的 所以就比较便宜一点 因为我18岁考车牌了 然后现在已经转正了 这没问题呀 这生活积极向上 也没靠父母 不是这样的 现在他是学生嘛 为了这样汽车 他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 像他现在的生活 除了读书 工作 就只剩睡觉了 一整天都在忙 就没有时间陪伴他了 就因为他快毕业了嘛 就陪伴的时间 就只会越来越少 我都也不是说在意他陪不陪伴的事情 是的 我觉得他这样过得太辛苦了 因为现在 心疼他 对呀 因为他都不想我那么辛苦 但是我想说 至少是个逮捕 我不用下雨天 怕被雨淋 买了吗 买了已经 都买都买了 继承事实了 何必为这事烦恼呢 小子 在我的反对之下 依然买了 买都买了 继承事实了嘛 那没办法了 对呀 所以他现在就得 为他的这件事实去买单啊 他就得过得很辛苦啊 其实他买车 我不会反对他 但并不是现在 说等我出去工作个一两年时间 我有办法 帮他一起抽上这笔款 再买 都可以 但是现在就 不是很时候 车也买了 旅行也旅行了 你是怕未来的生活里 再出现类似的事情 冲突会变大什么 对呀 他就很不听人讲话吧 确实现在车 也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啊 他这样让自己过得很辛苦 也确实没什么必要吧 所以男生后面那句话 是一句心理话 很不听人家话 你是希望他能够 至少听你的建议对吧 对 因为他买车 他也问过 挺多人的意见的 有人赞成 也有人反对 最后还是买了 至少下雨不用被领啊 下雨不用被领 挺好的 除此之外 你们还有什么冲突吗 有啊 还有啊 还有朋友圈的是 朋友圈怎么了 是因为我们两个 性格方面的问题 我就比较活泼吧 就比较爱发朋友圈 喜欢去分享我的生活 然后他呢 就不喜欢分享他的生活 就他太久没有发 关于我的朋友圈了 然后呢 忽然间发了一个 单独女生的那个生日 然后下面的评论 有个人问 他是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 只要是 仔细尿市 addin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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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早吸引她的是这个男生的随性 没错吧 自由和随性 而现在的所有的冲突点 全部来自于男生性格的自由和随性 我希望在这个阶段我就这么干 未来等我们有钱了我们去旅行 其实这是有一种随性的表达 对吧 买车嘛 车子迟早会有的 现在何必让自己那么辛苦 对啊 看起来是一个消费观念啊 看起来是一个消费观念啊 但这里面有性格的问题 而女生就是属于那种 对生活是有热情的 对生活是有规划的 希望在有条不紊当中 有一些小的生活的火花 就像你说的这种惊喜 所以是女生觉得这段情感 你发现有大冲突了 或者说你感觉要有大问题了 是这意思吗 对 男生有这个感受吗 在性格方面确实是不可调和的 但是两个人可以再包容一些的话 或许可以走得远 有人提过说我们就此打住吗 或者有人在心里想过这件事吗 有 女生有想 因为冲突有时候发生太大 会有那么十几天是不开心的 就会有这种想法 你有过吗 也有 有其实也挺正常的 来 老师们你们看看 我们应该怎么办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女生喜欢男生的随性啊 说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不压抑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有压力吗 一开始没有 对 所以后面他有一些自己的主张之后 我就觉得有点有点单子了 对 你们现在其实主要的问题就是男生开始感受到压力了 就是因为你们曾经的成长环境不同 造成了你们有不同的生活的观念 规划的观点 规划的观念 比如说他买车 他觉得他自己有能力去归还这个贷款 多干点活 我就把它挣出来了 我要先买这个车 但是你现在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 其实不管是去旅行 还是开车 他现在什么都得拽着你 去长城我得拽着你过来合影 但是你不喜欢这样的压力 更不喜欢他给你制造的那种紧迫感 因为你随性惯了 可是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非常有节奏的环境里面 我先要什么 再要什么 他的规划是很清晰的 你也不是不好 你一样很好 你过着你悠闲的自在的生活 你有的时候你想要就要 想不要我可以不要 这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状态 但是当这样的两种状态撞击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产生巨大的矛盾和心理落差 而且在未来的日子当中 这种压力会一直一直地压下去 现在才只是买一个车 过两天他可能又要干嘛干嘛干嘛了 但你不想跟着这个节奏走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们想继续交往下去 就得要么你向他这边靠 要么你向他那边靠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给他过生日这个事情 吵起来了是不是 其实你可以想一种让他更舒服的方法 去跟他进行沟通 但是你自我习惯了 你做主习惯了 你快节奏习惯了 如果你再这样往前冲的话 他会被你落下的 所以你可能也要 多向他那面去妥协一点 彼此配合 那就有未来 就像你讲的 如果不能 可能未来的矛盾还会更多 就这样 谢谢 好 谢谢作严老师 今天这个节目是你们俩谁要来的 我要来的 我一猜就是 我上船我进到录音棚的时候 我就看见他的背影在那转来转去 走来走去 对吧 很紧张吧 是啊 你肯定是不愿意的 但是因为这份感情 听他的来了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那个大聚会 生日的 和你单独跟发小的 独自的这么一个环境的叙旧 以你来选择的话 你会更喜欢哪种场合 如果我不知道他搞那个东西的话 我肯定会跟我的发小 随便去哪里逛 因为那是你的世界 因为那是你的选择 但我听起来 所有你们发生的 比较重要的事情 都是你不愿意 但是听从了它 包括旅游 包括买车 等等等等 所以你在其中 你其实很难找到 自己随性的那一面 很难体现你 也就是说 你一直在跟着他 你其实明知这件事情啊 你也能受益 对方也是善的 也是好的 但你心里就那么别 说句最简单的 三个字 不舒服 结果可能是好的 然后呢 可能是你觉得 哎呀还是你对 但是下一次 为什么做决策的 还是他 你会感觉很不舒服 很不开心 但这种不开心呢 又不是说 他做错了什么 恰恰 你觉得他做得也对 至少不错 他更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而且还很委屈 所以说这种状态 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 你会很纠结的 你希望有自己的主见 随性 不意味着你没有主见 女生 其实你能意识到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现在还都是在学校 一旦你误入了社会 你的速度会骤然加快 你会越来越发现 他跟你可能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如果能调整 就尽量调整 但如果做不到 也没有关系 不是对方的错 也不是自己的错 就是你们实在的性格 是不适合在一起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其实单看两个孩子 我还都挺喜欢的 女生呢很努力 很知道规划 自己去勤工俭学 攒钱买车 攒钱给男朋友生日的惊喜 是一个挺好的姑娘 而男生呢 我觉得比较的温和 也比较的随性 正是他这种自由的状态呢 可能对于这个女生来说 会被吸引 因为可能女生 一直就是有计划地 学习生活工作 突然生活中出现了一个男生 他很随性地去面对人生 你会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这是男生 吸引到女生的一点 你刚才开玩笑说 女生喜欢你可能是 不像其他女生瞎眼 这是开玩笑啊 但实际上你心里是窃喜的 终于有人慧眼识珠 知道你身上的好 两个孩子都不错 但是遗憾的是 彼此吸引对方的这些 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 也成为了彼此磨合 格格不入的东西 但是这个很难磨合的背后 不仅仅是因为不同 我真的有点担心 是你们爱得不够 因为整场的表达 你们两个都太平静了 而且谁也没有因眉 爱对方而爱无几乌 如果女生你足够爱她 其实你可以在她 即将毕业的时候 减少自己的打工啊 多陪陪她不好吗 可是你还是固执在 自己的小世界里啊 我要去攒钱啊 我要去买车啊 没有 她喜欢陈玉逊 我买了门票 你看刚才我就想说这一点 我在犹豫要不要跟你讲 其实你的恋爱当中 太多注重的是形式了 所谓的给她生日的惊喜 所谓的买一张她喜欢的歌星的门票 但实际上她需要的是 温暖的陪伴 或者我们 很随心随心地逛啊逛 逛到哪里 这就是最好的爱了 就是你可能也欣赏不到她的点 也找不到她的点 也不能因为爱她而转化为 听从她的安排 我的理解可能是 真的你的激情还没有完全被点燃 所以也没有办法顺着她去改变 而男生也一样啊 你如果真的因为爱她 爱无及无 那你为什么不去打分工啊 你陪她早点把那个买车的钱攒下来 她就不会那么辛苦了 你也多赚点钱啊 虽然你不喜欢这样 但为了她 你去做啊 你也没有啊 你还是随心随心地在 过你的小日子 你的激情也没有被点燃 但是没关系啊 我觉得你们也不用 今天一定说分手或者是不分 随着男生毕业 你们生活得更加的差异化 也许你们就看清楚了 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到时候适合适分 时间会告诉你们答案 希望你们都快乐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 实际上她给你准备的那次生日聚会 你是开心的 对 她如果不是一个形式有规划的人 又怎么可能给你策划出一场这样的生日聚会 我知道 她真的很用心 对吧 只有一个有规划的人才做得出这样的事 你说她 在朋友圈发一张女生的照片 你觉得她太自由 太随性 对吧 但事实上 如果不是因为她这个人单纯的话 你又怎么会喜欢她 每个人的性格 每个人的性格 没有好坏之分 就看她在什么样的事情当中表现出来 你可以举出多少 因为性格不合而分手的例子 我就可以举出很多 因为性格互补而走了一辈子的例子 所以性格不同 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为什么很多人因为性格不合而分手 是因为你只看到了在她的性格当中 对你有利的那部分 比如说我们特别喜欢一个善良的人 但是当她对别人善良的时候 你就会吃醋 可是回想一下 当初你喜欢她 就是因为她的善良 我们喜欢一个性格非常随性的人 包容的人 因为让我们感觉很轻松 但是可能我们又接受不了这种 非常随性而放松的人 在生活当中 是那么的不爱干净 不爱整洁 甚至不爱卫生 所以性格没有好坏 我们不能只要求她性格当中 对我有利的那些事情展现出来 我们就感觉到愉悦了 而只要让我们感觉不适的地方 就说我们性格不合 说白了那不是性格的问题 那是利己的问题 是自私的问题 每个人的性格都是因为 她过去的人生经历而形成的 如果你对她的人生经历更了解 你看待一个跟你性格不同的人的眼光 就会更深刻 更包容 很多事情就会成为 你最值得珍惜的才能 很多事情你在一开始的时候 特别讨厌她表现出来的这些东西 但是你在了解了她的人生经历之后 你不仅包容你甚至还心疼下来 这就是了解的作用 所以我认为性格不合不是问题 最关键的是你们需不需要彼此 如果有爱 其实很多性格当中不相容的那部分 会因为了解 会因为心疼 最后不成问题 好吧 希望你们更多地去了解一下 对方的成长和人生经历 也许你对对方的那些 你不能忍受的性格的那个面 就不会有那么的反感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 对你们来说 我觉得啊 我自己觉得 顺其自然 可能对你们来说特别好 你们就这么顺着走下去 该争吵的争吵 因为有的时候 就是在争吵当中 找到了大家的那个共同点 也许有一天 我不知道 也许有一天 这个 这小子变得比你可能 更精于规划 但是到那天的时候 也许你真的就不喜欢他了 所以这就是人 这就是事儿 那么年轻 好好地享受 女生应该把你 现实生活里面微笑 面对这个男生 不要再想那么多了 你可以规划 什么时候买车 苦一下 可以规划什么时候旅行 但是你没有办法 去规划你的心 什么时候不爱一个人 如果你现在还爱他 为什么不好好地 享受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光呢 仅供参考 接下来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我先说 我想和你在一起 想有我们的以后 虽然你的规划是多了点 连我们买什么房 你都已经都想好了 但是管他那么多呢 我们现在先走下去就好了 可以吗 希望你给我个机会可以吗 我觉得刚开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特别特别开心 因为我是你的秋恋 男生的秋恋 不都是最珍贵的吗 但是我觉得 在一起月酒特别累 我们吵架吵得特别多 所以我决定再考虑一下 谢谢你们两位 谢谢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下载 京元APP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京元APP天津FTV网络电视 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看看本期节目 欢迎大家登录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苏福水平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 我们来看看 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来 来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这一天前突然提出了分手 理由是他想单身了 不想在35岁之前结婚 不想再耽误我了 就提出了分手 可是这八年多的感情 哪里是说能放下就放下的呢 现在我的心态非常不好 天天脑子里除了他还是他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自己真的不能再这么颓废了 希望能够得到老师们的帮助 八年的爱情无疾而终了 莫名其妙地突然想单身了 这都是不可能的 你要先切断你的慌张痛苦 把不甘心指责等等负面情绪的干扰呢 规避掉 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 冷静下来 想想你们之间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到底是你的后知后觉 还是他在蓄意地谋划 然后尝试地和他心平气和地去沟通 唤醒一下共同美好的回忆 以及曾经共同规划的幸福未来 总之 此时你需要保持的是清醒地判断 和维护好自己尊严的坚强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要保湿一倍诗冠名播出的 一倍诗纯击水纯净保湿实时水嫩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一倍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本节目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再一次的感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